一眼看下去,這塊石頭的樣貌就認真特別了 有些在裡面雙陷著斑斑點點,有些又佈滿了奇形怪狀的條文 如果不是內行人士的話,可能還真的看不出這個就是馬路 一說到馬路,可能很多人會首先意識想到的就是生活當中那些豐富多樣的馬路飾品 手臉,耳環,吊嘴 沒錯,自古以來,人們一直都很喜歡用馬路製成各種各樣的飾品 不過你又知不知道,除了裝飾之外,馬路還能夠治病救人 又是怎樣一回事呢?我們一起去看看 傳說在古時候,一位婦人心比善良,樂善浩斯 睜對眼就有個怪病,經常都會視視模糊,看不到東西 吃了好多藥都不見好 有一天,一位老農夫就拿著一塊石頭來找婦人,說是來報恩的 還說只要將這塊石頭形成粉末,分幾次吃了,眼病就會好了 夫人聽完之後,半信半疑,不過她也是按照農夫的方法去試了 想不到一段時間之後,眼睛的怪病就真的都沒有再犯了 馬路可以作為藥勇?這個絕對不是騙人的 據資料記載,馬路中含有鐵,身,鋒等多種的明亮元素 長期使用有益身體健康 而且從中醫學的角度來看,馬路微生性寒無毒 眼科目生長矮者,用馬路延末,誰知療效很好 不過至於能否口復,那就一定要遵照依足 馬路的用途很廣泛,我們最熟悉的就是莫過於那些漂亮的馬路飾品 你看這些精美時尚的馬路飾品,形狀各爾,色彩斑藍 令人傷心悅目,愛不釋手 馬路本身就是一種美麗的寶石 而她的單身同樣有著迷離人生的故事 傳說在很久之前,有位叫做雲光的和尚 在一座小山江上面,徹壇廣經 對於雲光的說法感動了上瘡 令到地下的環石點頭,天上的乳花紛紛 從此之後,這座小山江就出現了很多很多色澤美麗 顏色鮮艷的小玄石,這些美麗鮮艷的石,就是寶石馬路 古老的傳說為馬路飾了更加迷人的色彩 不過說到底,馬路的誕生同其他寶石一樣 都是要經過一個漫長的形成過程 究竟馬路是怎樣彈生的呢? 她又是一種怎樣的寶石呢? 馬路是石英家族中的一員,屬於營養化龜的交替凝聚物 主要的化學成份亦都是營養化龜 馬路在礦物學上面,還屬於玉樹的變種 她的顏色多種多樣,而且一塊馬路石經常呈現多種顏色的 馬路主要產生於火山岩的裂系和空洞中,亦都產於沉積岩層中 在地質歷史的各地層中,無論是火成岩或沉積岩都能形成馬路 馬路是一種較常見的寶石,人類對它使用的歷史實在很遠很遠 據說在以前,它根本就不是叫馬路,它的名字由來也挺有趣的 馬路是石還是玉?在以前就有很大的爭執 據說在漢代之前,有些人將這種寶石的叫做禽玉,赤玉 在佛教傳入我國之後,又改稱為馬路 因為那時候的古人不了解馬路產生文大的原因 認為是馬路的變石 後來人們真正確定馬路是屬於玉的 於是就改成邪玉的邊旁,就改為馬路這次了 一直以來,馬路很受人的喜愛,古代佛教的七寶之一就有馬路 由於美麗的文大,芭藍的色彩,人們就更喜歡把馬路 用來製作成為各種各樣的裝飾品 在封建時期,馬路色粉經常就是皇家宮殿中重要陳設藝術品 以及禮儀慶典時候晉獻的禮品 馬路色粉雖然就不如其他的金銀珠寶珍貴 不過他亦都有著兵白的魅力 據說一塊小小的馬路寶石,不單將皇帝的心膚獲了,還在皇宮佔有至高地位 究竟又是甚麼回事呢? 話說有一年的慶典,一位大神向皇帝進獻了一個輕有的馬路寶石 迷人的條紋,劍藝的顏色,一下子就將皇帝迷住了 皇帝就非常喜歡這個馬路寶石 為了能夠令心愛的寶石一直陪在身邊 他還令人將這個馬路寶石相陷在皇冠上面最顯眼的位置 你想想,皇帝的頭冠一定少不到珍貴稀有的金銀珠寶來裝飾了 而小小的馬路竟然能夠佔有其間最顯眼的位置 可想而知他的魅力是多麼激人 馬路不單在俄國歷史上有著悠久迷人的發展史 在國外同樣是一種深受推述的寶石 據說,埃及米索不達利亞地區的最早居民,沙美利亞人 是最早使用馬路來做信物,戒指,串珠,圖章和其他藝術品 而在西方國家,人們則認為馬路能夠為佩戴的人帶來愉快和信心 亦都可以給人力量,保有人類戰勝困難,是人時的上帝所遲餘的 還有一些國家的人將馬路稱為第三眼 他們認為馬路可以和通過人的波動頻率產生共鳴 使電子發生作用,增強原子的能量 所以對喜愛占星術的人來說,馬路是增強偷視能力的吹化劑 在著名的古希臘神畫中,亦都有講述馬路的浪漫故事 傳說,愛同美的女神阿弗洛迪騎,躺在樹蔭下屬碎的時候 她的兒子愛神阿弗洛迪騎,偷偷地把他閃閃發光的指甲剪了下來 並且觀天起地地拿著指甲飛上天空 飛到空中的阿弗洛迪騎,一個不小心就把指甲整掉了 而掉落地上的指甲就變成了石頭,就是馬路了 因此有人認為,擁有馬路還可以強化愛情 調整自己和愛人之間的感情交流 在這裏面上的角色,是大自然鬼虎神功的傑作 是大自然鬼虎神功的傑作,去色彩斑藍 有些色層就好像樹幹的連鱗,味得極其自然 有些色體就好像大自然鬼虎神功的傑作 有些出自大手筆的潑墨山水畫 有些好像構圖精美的花鳥畫 難怪千八年來,小小的馬路色品 就能夠令人如此癡迷 自古以來,人們不單止賦予了他很多美麗的傳說 並相信他是善良,希望和力量的象徵 一直都被當作是辟邪蜜,護身符來使用 在寶石的王國裏面,在悠久的歲月中 馬路的奇異光彩始終綻放不須,迷利人心